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投研周会 2021年6月28日至2021年7月4日 澳股美股,我是助理分析师David 今天投研周会内容包括四大部分 重点新闻,重要股指,市场扫描和本周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重点新闻 第一条,澳洲制造业PMI6月 经值为58.6,预测值为58.4 前值为60.4,经值高于预测值 第二条,美国非农数据6月 经值为85万,预测值为70万 前值为58.3万,经值高于预测值 第三条,美国失业率6月 经值为5.9% 预测值为5.7% 前值为5.8%,经值弱于预测值 第四条,美国CB消费者新兴指数6月 经值为127.3,预测值为119 前值为120,经值高于预测值 接下来我们来看重要股指 标普澳交索200指数 上周收于7308.6 该周上涨0.0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于14639点 该周上涨1.54% 接下来是市场扫描部分 我们首先来看汇市部分 澳元对人民币4.8709 该周下跌0.56% 美元对人民币6.4721 上周上涨0.27% 澳元对美元0.7530 上周下跌0.79% 接下来是大宗商品市场 最新黄金价格为1787美元 上涨0.04% 铁矿石价格212美元 下跌0.55% 布伦特原油价格76美元 上涨0.44% 接下来是区块链商品市场 首先可以看到比特币 最新价格为47748澳元美媒 24小时上涨3.14% 7天上涨5.95% 当前市值为8952亿澳元 24小时成交量为333亿澳元 以太坊最新价格为3166澳元美媒 24小时涨幅为7.33% 7天涨幅为25.84% 当前市值为3691亿澳元 24小时成交量为250亿澳元 USDT最新价格为1.33澳元美媒 24小时跌幅为0.69% 7天跌幅为3.34% 当前市值为829亿澳元 24小时成交量为575亿澳元 接下来我们来看重点新闻 首先义则来源于AFR的新闻 A2获得监管批准 A2MUK scores regulatory approval Infant formula maker A2MUK says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as approved its acquisition of a 75% interest In Diary Mantura Valley Milk Yinze同样来源于AFR的新闻 随着更多员工的离职 A&P Capital被面临现实所拖累 A&P Capital marked by reality as more staff live A&P Capital has suffered further resignations from its key senior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team undermining the company's attempt to remain in control of its 1.3 billion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fund 这样是一则来源于AFR的新闻 经济学家预计澳洲联储 将收缓刺激措施 Economists expect RBI to ease stimulus Economists expect Tuesday's reverse bank Broad meeting to acknowledge the economy's surprisingly strong recovery and to signal some tapering of its 200 billion plus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stimulus 下面是一则来源于CNBC的行文 Didi打车在中国因数据保护被交停 Didi apps suspended in China over data protection China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said on sunday that it had ordered smartphone app stores to stop offering the right-handing firm Didi Global Inc.'s app after finding that Didi had illegally collected users' personal data 通常是两则来源于CNBC的新闻 随着中国镇压后算法的调整 Bitcoin mining is now easier and more profitable as algorithm adjusts after China crackdown More than 54% of Bitcoin's hash rate which is the collective computing power of miners worldwide has dropped off the network since its market peak in May 另外一条 在全球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下 中国企业 Nexperia将收购英国最大的芯片厂商 UK's largest chip plant to be acquired by Chinese-owned firm Nexperia amid global semiconductor shortage Newport water fab the UK's largest fab is said to be acquired by Chinese-owned the next period for around 63 million pounds next week sources tell CNBC 接下来是市场扫描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各行业的涨跌幅排名 涨幅最高前三的行业分别是 第一名分类带定板块 涨幅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八 第二名银行板块 涨幅为百分之十一点三九 零售板块 涨幅为百分之十一点二一 仙股部分跌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家庭和个人用品板块 跌幅为百分之十三点六五 第二名商业和专业服务 跌幅为百分之五点五六 第三名运输行业 跌幅为百分之四点七六 非仙股部分 涨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科技硬件和设备板块 涨幅为百分之五点三零 第二名媒体和娱乐板块 涨幅为百分之四点九七 第三名家庭和个人用品板块 涨幅为百分之四点七四 跌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食品和日用品零售 跌幅为百分之二点零八 银行板块跌幅为百分之一点二六 公用事业板块跌幅为百分之一点零四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来看每只股票的涨跌幅排行榜 SX200涨幅榜前三名 IEL涨幅为百分之十七点八一 MIN涨幅为百分之九点四八 HBN涨幅为百分之八点三三 一周跌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CKF跌幅为百分之十三点一零 AGL跌幅为百分之九点九七 BGA跌幅为百分之九点六六 一周成交量排行榜 第一名TLS成交量为一点五八亿 第二名PLS成交量为一点零一亿 第三名OSH成交量为七千七百九十七万 接下来是先股部分 一周涨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CHM涨幅为百分之三十点三六 UBI涨幅为百分之十七点九零 LGP涨幅为百分之十六点五六 一周跌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ODY跌幅为百分之十六 LT跌幅为百分之十二点七九 NOV跌幅为百分之十二点五零 成交量排行榜 前三名第一名INR成交量为九千二百二十四万 LU七千七百五十七万 ADN成交量为七千六百七十九万 接下来我们来看每只股票的具体分析 SX涨幅榜第一名IEL 属于消费者服务板块 本周涨幅为百分之十七点八一 成交额为八千九百零六万 IDP教育是国际学生安置服务的领先品牌 一年日前图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一个交易日 它有一个巨幅的拉升 并且伴随着很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限图 以及其五年月前图 可以看到这只股票在七月一日 发布了一则公告 关于印度IDP雅思的收购 这则公告也导致了 它在上周五有一个巨幅的上涨 第二名MIN属于材料板块 本周涨幅为百分之九点四八 成交额为三千五百五十八万 MIN是一家澳大利亚矿业服务及加工公司 拥有数十年的矿业服务经验 一年日前图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整体上处于一个连续上升的趋势 三年周限图 这个上升趋势大概在20年4月 三四月份开启 并且一直保持在现在 并且在本周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上升 以及其五年月限图 接下来是HVN属于零售板块 本周涨幅为百分之八点三三 成交额为一千五百九十二万 它是一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其主要业务包括综合零售 特许经营物业和数字企业 一年日前图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也是处于一个缓慢上升的状态 但在一年四月底五月初 有一个小幅的下跌 并且伴随着长时间的盘整 三年周限图 三年周限图我们可以看到 在二零年六月这只股票 在之前一轮下跌之后 开启了一个联系率上升的状态 五年月限图 ASX200跌幅榜 第一名 CKF属于消费者服务板块 本周跌幅为百分之十三点一零 成交额为一千一百三十一万 它是一家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经营食品服务零售店 一年日前图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在大概四五个交易日前 触及高点以后 开启了连续四天的下跌 并且伴随着很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限图 和上一只股票很相似 在二零年五六月份 开始了一轮连续的上涨 但是在本周迎来了一个巨幅的下跌 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以及其五年月限图 接下来是AGL 属于公用事业板块 本周跌幅为百分之九点九七 成交额为两千六百七十三万 它是一家向澳大利亚三百六十多万用户 提供天然气电力 太阳能 以及相关产品的公司 一年日前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整体上 属于一个连续下跌的趋势 并且在三个交易日前 其下跌幅度非常明显 明显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限图 以及其五年月限图 接下来是BGA属于食品 饮料和烟草板块 本周跌幅为百分之九点六六 成交额为六百五十九万澳元 它是一家澳大利亚最大的乳制品 供应商之一 一年日线图 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已经连续下跌了 将近六个交易日 并且伴随着较为明显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SX200成交量排行榜 第一名 TIS属于电信服务板块 本周成交额变化为1.58亿 它是一家澳大利亚主要的电信和信息服务公司 一年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年11月开始 这只股票也开启了一轮连续的上涨 并且在三个交易日前 有一个巨幅的跳涨 并且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 可以看到上周的涨幅也非常的明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整体上来说 它属于相较于过去的高点 它还是属于一个缓慢回升的阶段 接下来是PLS 属于材料板块 本周变化为1.01亿 PLS是一家新兴的离毯生产商 一年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也是处于一个连续上升的阶段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五年月线图 可以看到这只股票 已经连续上涨了将近七八个月 接下来是OSH属于能源板块 本周变化为7796万 这是一家石油和天然气勘碳和开发公司 于1929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成立 一年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在20年年底 开始了一轮比较明显的上涨 但是在21年3月之后 陷入了盘整和轻微下跌的趋势 三年周线图 周线图来看 在20年年终以前 有一个巨幅的下跌 三年周线图来看 这只股票处于一个盘整 并且是缓慢 消负回升的状态 并且可以看到 在两周以前 它有一个 它的成交量非常的高 但并没有伴随着明显的涨幅或跌幅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仙谷部分 涨幅榜前三名第一名 CHM属于制药生物和生命科学板块 本周涨幅为30.36% 长交额为104.81万 它是一家细胞疗法公司 正在开发一种突破性的 癌症细胞治疗药物技术 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 有连续三个交易日的巨幅攀升 并且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接下来是UBI 属于医疗设备和服务板块 本周涨幅为17.9% 成交额为116万 它是一家专业的医疗诊断公司 一年日线图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也是处于一个缓慢上升的阶段 并且在上周有一个明显的攀升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可以看到这只股票 从20年1月开始 有一个连续上升的趋势 并且涨幅也较为明显 接下来是LGP 属于制药生物和生命科学板块 本周涨幅为16.56% 成交额为141万 它是一家药用大麻 在药用大麻行业中 营运的公司 一年日线图 可以看到 近两三周 其涨幅也非常的明显 并且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五年月线图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在20年10月开始 开启了一轮连续的上涨 先股部分跌幅榜第一名 ODY属于材料板块 本周跌幅为16% 成交额为161万 它是一家西澳金矿开碳商 一年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 二一年三月之后 三四月初级高点之后 开启了一轮连续的下跌 并且在 上个交易日 其跌幅非常的明显 三年周线图 可以看到这只股票 在二一年五月 四五月初级高点以后 开启了一轮连续的下跌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它在二一年七月二日 发布了一则 关于撤回股份购买计划的公告 接下来是ACL 属于医疗设备和服务板块 本周跌幅为12.79% 成交额为105.40万 它是一家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公司 接下来是LC 属于医疗设备和服务板块 本周跌幅为12.79% 成交额为105.40万 它是一家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公司 一年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年年底 这支股票开始活跃起来 并且一直处于一个连续上升的趋势 但是在大概一周半以前 它开始了一轮连续的下跌 三年周线图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接下来是NOV 属于软件和服务板块 本周跌幅为12.50% 成交额为154.40万 它是一家领先的数字银行和支付公司 一年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家公司处于一个 在21年年初开始了一轮连续上涨的趋势 但是在上一个交易日 迎来了一个巨幅的跌幅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它在7月2日发布了一则公告 演讲资本募集和战略收购 关于对RKN这家公司的收购 现股部分成交量排行榜 第一名INR属于材料板块 本周变化为7224万 它是一家成立于2018年11月6日 由GSC变更其名称和代码而来的一家公司 它的重点是在地质科学和理论应用于 指定主要的绿地矿产发现 一年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股票 在21年2月中开始了缓慢的下跌 并且在近几个交易日 都有非常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接下来是IOU属于媒体和娱乐板块 本周变化为7757万 它也是一家由ICU公司更名和代码而来的公司 该公司提供金融科技和数字商务软件服务 一年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2月中这只股票处级高点以后 处于一个缓慢的回落状态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接下来是ADN属于材料板块 本周涨幅为3.13% 成交额为195万 本周变化为7679万 ADN是一家在凹交所上市的勘探公司 主要关注金铜铃矿床的矿产勘探 一年日线图 同样可以看到这只股票在21年3月中处级高点以后 处于一个相对于来说比较快速的下行通道之中 并且在上三个交易日都有着较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本周我们还需要关注两则中点新闻 第一则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利率决策将在周二发布 另一则为美国非制造业PMI 六月份更新也将于周二发布 下面是今天所有新闻的信息来源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